當年有些選區民主黨有份去參加 這個選舉輸了現在避了沒有選的有多少區 數一下吧 為什麼要把責任推給我們呢 是不是 跟著呢就是 我們要強力譴責這個選舉暴力 就是我們的候選人馬草黎 在龍常區 遭三名大漢勾打 有了相片的了 在網上上 警察到現在都等於不處理 大哥 你就動不動在譴責暴力 是不是 你工聯會的支持者 陳婉嫻的支持者使用暴力 那你們要不要交代 要不要譴責啊 三個人過來打馬草黎 是不是 要不要譴責啊這些 拍下來的那些影片 要不要譴責啊 將我們嚴厲譴責這些選舉暴力 還有陳婉嫻 你作為工聯會的領導人 你參加這一次選舉 你不能夠對這一次暴力置身事外 你必須給我們一個說法 你就告訴我 那些不是你的人 你支持者的行為 你不需要負責任 你都給我們一個說法 我最記得清楚的 95年 陳婉嫻選立法局議員 我做選舉論壇的支持者 在官堂 一個球場裡 他外面就圍了幾十人 要哭打哭死要打我 就是共產黨的狗改給你吃屎 最喜歡使用暴力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嚴厲譴責這些選舉暴力 我們希望陳婉嫻女士 給我們一個說法 這個說法 包括被警方處理 對不對 我這四點就講完了 正下來交給我們主席 另外宇洋會分析一下 那個自動當選的問題 另外我想講一下民協 民協 我們在深水埗和藏區 這個是我們整個票債票償運動 的一個很重要的訴求 因為我們希望選民多一些選擇 去懲罰支持政改的人 我們這個立場是非常清楚的 你們喜歡用追擊也好用什麼都好 但是我想問一下大家 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 我沒有參加你泛民主派的協調 為什麼你的選區我不可以去參選 為什麼我去參選 就是益了建制派 如果你在一個地區工作 有足夠的信心的話 多五個人去選你都不用怕 對不對 所以問題就是 馮檢基不斷公開去 對抹黑人民力量 我覺得這些是一種食例內任的表現 驚輸 找下台階 捉他好運 給他面子 如果不是我去禮國選選 他會輸硬 是不是 我找個年輕人去選 我不跟他去選 我給你面子 你說我欣張受報 任國動那個選區 我們沒有人去選 人民力量 OK 黃志強不是代表人民力量去參選 很清楚了 我不會幫他助選 是不是 我不會幫他背書 第二個團體 他要去參選 我們沒有辦法阻止 你幹嘛要入我數 是不是 任國動 他有為五區公投的選舉去拉票 這個是事實 但這個不等於欣張仇報 如果 我們是針對整個民協的話 你是民協的成員 我去追擊你都一樣天經地義 不過我們一樣是留一手 因為當時是唯一一個民協的成員 有在紅磡幫我們掛街板 拉下票的人 就是任國動 我們在籌劃這個選舉的時候 一早說了 這個區我們不會找人去選 OK 很清楚的 我不明白 為什麼你逢檢基去拿這件事來講 然後說我欣張受報 你對我有什麼欣呢 是不是 你逢檢基整個民協都是反對五區公投 你都是支持政改 是不是 當時 包括何俊仁在內說 事後說 我們都有幫他們拉票 是啊 這個是事實的 元朗都有 黃偉賢也有幫大球拉票 但你不是支持五區公投 你是支持民主派的人去補選 那個訴求是 記不記得 我們要選民去懲罰民主黨 就是因為你支持政改 不是我們可以懲罰你的 要選民去投票 各位朋友 選民不投票 他不做這個選擇 繼續投給民主黨 那你就贏了 所以我希望記者 新聞界 你對這些追擊很有興趣 你喜歡怎麼寫都無所謂 但是不能脫離事實 是不是 我們將事實告訴大家 我們其次先明立場 非常清晰的 你喜歡在這裏 政府造怪 不要緊 我就在ICAC舉報 你妨礙選舉 我告訴你 很清楚的 這個是 我們有一份單 我們有一本書仔會出的 這本書仔 過幾天就周街派的了 32頁 整個論述在那裡 是吧 希望可以幫助到 各位新聞界朋友 寫這些相關的報道的時候 多些背景資料做參考 是吧 那我呢 就把麥克風交給我們主席 說兩句 跟著就 雨洋說說說 我自動當選的分析 然後就給大家提問